在动物园里 熊猫就是老大 谁让人家是国宝来着 地位自然是最高的了 再加上这些家伙长得实在可爱 校园们对他们更是宠爱有加 这就更让这些熊猫有恃无恐了 成天任性调皮 想干啥就干啥 反正又没有人敢管他们 这吧 天还下着雪呢 两只熊猫宝宝还不肯回家 此时的团子正忙着打架 你给我下去 这是我的地盘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 本国宝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你给我等着 等我爬上去了 看我怎么揍你 就这样两只熊猫宝宝就打了起来 尽管此刻还在飘着雪 看起来天寒地冻的 在人家此刻眼里只有打架 还别说 看起来这两只熊猫宝宝都不大 估计走路都还走不利索呢 没想到战斗力这么强大 两只熊猫都打得浑身黑漆漆的 还在继续 行了行了 我们都知道你们超凶的了 这么大的雪 要不回屋去歇歇再打吧 不得不说 有时候真是小看了这些熊猫团子 难怪人家的祖上 能被选为吃油作季 战斗力真的可以啊 大家怎么看